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我對一對 用力一點 有點殺 挺胸 你要挺胸嗎 屁上去棍球是 地表上最快速的球類運動 因為在冰上幾乎 零摩擦力的動作之下 全手的滑行速度非常快 要捕捉這樣的動作方面也格外的難度 因為快速的情況之下 你很難做精準的對焦 一、二、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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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在球員方面呢我們會拍攝出 他傳、停、代、射的一些基本動作技巧 然後包括能夠充分的顯示出 溜兵技巧的一些動作 在守門員的部分呢我們會著重於 在舊球、擋球 還有守門移動上面的動作展示 我們希望藉由這樣的畫面來去呈現出這樣運動的魅力 一、二、三 不是應該是他在這裡的時候球就來了 對然後就這樣推過來 可以啦 好推 對就這樣 這樣可以啦 可是他沒有滑 身體要壓低喔 你就壓低滑過去就好了 他球桿好大喔 你那個球桿啊 在身體前面一點 你太靠近了 就是讓他前面一點 懂嗎 太遠了 一、二、三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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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再一張喔 好 眼睛看我喔 運動攝影機是一個非常具有挑戰的攝影項目 不僅需要使用高端的器材來保證畫面的捕捉良率 同時最重要的攝影師必須對運動項目有相當程度的了解 才有辦法捕捉出符合這個運動的味道的畫面 同時對於選手動作的掌握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你沒辦法精準的預測選手的動作發生時機 那即使你是用最頂級的機身 最快速的連拍 你也捕捉不到最理想的時間點 以前在當選手的時候 就有一種感慨 因為在你最技巧最純熟之時 若不能留下這樣美好的回憶 那麼我想一輩子都將失去這個回憶 因為唯有在你技巧最純熟之時 才能夠留下最美麗動人的線條畫面 希望各位家長可以替自己小朋友 在寶貴的時期留下這些最珍貴的回憶 字幕志愿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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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